道德经第五章 《道德经》第五章 《道德经》第五章一文 天地不偏思他的人心 把万物视为草边的狗 认其自然 圣人不偏思他的人心 把百姓视作草边的狗 认其自然 天地之间 他就好像个大风香一般 虚空而没有尽头 鼓动他就愈来愈有劲 话多了只会招来困种 道不如默默守着中道而行